这个视频咱们看一下PS5 Pro的画面比PS5有多大提升 以最终幻想7重制版第二张为例 目前这个游戏正在对PS5 Pro做优化 现在各位看到的是测试版的视频的截图 想看第一组对比 这都是PS5的 左侧是性能模式60帧 右侧是画面高保真模式是30帧的 很显然左侧很模糊 右侧清晰锐利的多 第二张对比 上边是PS5的性能模式60帧 下面是PS5 Pro的也是60帧 这张左侧是PS5的性能模式 右侧是PS5 Pro的 我们注意看那棵树 还有那些石头的纹理 右侧的画面更清晰 这组对比主要看地面上的植物植被 还有就是石头 清晰度区别很大 如果你那看着没区别 请换个更大一点的屏幕 最好是4K的屏幕来对比 如果在手机上用720p对比 估计区别也不是很大 这个人物特写 我们主要看头发 看发丝 PS5 Pro出来的那个发丝 是一根一根的 特别清晰 左侧的画面相对来说比较糊一些 这张我们主要看克劳德的肩膀 还有就是花花草草 主要也是清晰度的区别 差别一样可见 左边画面相对来说太肉了 这张对比 我感觉不用放大也能看得出来 左侧模糊右侧清晰一些 这张特写我们也是看发丝 PS5 Pro是一根一根的 左侧有点糊 这些都是视频的截图 这张主要是看场景 看后面的那些山 那些石头 还有前景的树干 右侧也是更清晰 之所以清晰主要是分辨率 右侧是4K的 左侧可能是1080p到2K之间 这张对比也是很明显的 上面模糊 下面清晰 那山那树 这张对比图是在跑动中的截图 主要区别也是环境场景 也是清晰度的区别 这张是放大图 我们注意看后面那个石头区别是很大的 视频还没完 各位看到这里 觉得花更多的钱买Pro值吗 这张图我们看花花草草的对比 还有克劳德的大宝剑的对比 这张图也不用放大 一眼可见 这张图我们看爱丽丝的裙摆 还有鞋子的清晰度 还有红色的上衣 左侧的模糊 右侧的更清晰 像这种特写镜头 人物面部的区别不是很大 PS5 Pro更清晰一点 但侧脸的头发对比还是挺明显的 下面Pro明显清晰的多 看到这里我们不难发现 Pro就主打一个清晰 这张也是 我们看克劳德的衣服 头发 还有后面的那个红砖墙 还有地表的植物 花草 这张图主要看头发 还有脸的清晰度 还有那个睫毛的清晰度 这张就更明显了 很显然这是两个时代的游戏 第一个就好像戴着眼镜 不对 是近视眼没戴眼镜看到的 下面是戴上眼镜看到的 好 从现在开始又不一样了 这是PS5的画质模式的截图 也就是4K30的画面截图 各位感觉怎么样呢 还不错是吧 可惜是30帧 有的时候都到不了30帧 打斗的时候 这张对比有意思 左侧是PS5的画面模式 画质模式 右侧是PS5的画面 左侧是30帧 右侧是60帧 两张画面对比 不能说是一模一样 只能说十分接近 这张更有意思 上面是PS5的画质模式 下面是PS5 Pro的 很显然Pro比上面那个 PS5画质模式还要更清晰 估计这是AI深度学习之后的结果 就是那个PSSR 这个PSSR就是超采样技术 相当于AMD FSR的一个升级版 或者索尼模改版 像这个技术 在电脑上经常容易出现重影之类的错误 但是在PS5上要好得多 可能是专属游戏优化的缘故 再来看D法的头发 右侧Pro的头发比左侧画质模式的头发还要更清晰 但实际上在视频里面 右侧这个头发是有点小问题的 可能是需要再优化 目前是测试阶段 好最后再说说帧率 PS5的画质模式是30帧 但是在打斗的时候可能不到30帧 可能是28帧或者更低 但是在PS5Pro上面帧率要稳定的多 现在大家都看完了 感觉怎么样呢 PS5Pro对你来说有吸引力吗 不过我要友好提醒各位啊 只有针对PS5Pro做了增强优化的游戏才能这样 也就是说大表哥2如果不优化还是30帧 如果血缘诅咒不优化 也是1080p的30帧 针对PS5Pro的适配也是有成本的 也是需要时间的 估计等大部分游戏都适配好了 那PS5Pro的价格也能回归正常了吧 目前正在适配的游戏有 最终幻想期第二章 蜘蛛侠二 霍格沃兹的遗产 瑞奇与叮当等等 好以上就是本次视频全部内容 给各位参考 谢谢大家